還是寄巨蟹,大家很容易講成巨蟹蟹 大概講一次看看 寄巨蟹 好,那再開始想要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好,大家閉起眼睛好了 就是你曾經,閉起眼睛 曾經到海邊撿過貝殼的巨手 好啦,沒有閉眼睛,大家應該也知道人數還蠻多的 那如果你曾經撿過貝殼 那你可以把你們家裡的貝殼寄到以下這些地點的全台貨殼站 來,先幫我擠下去,謝謝 那我們現在這個計劃就是要記得注意,全台貨殼計劃就是要幫助寄巨蟹 寄巨蟹在這邊,寄巨蟹擺脫垃圾河 然後讓他們找到真正的貝殼 就是他們可以居住的貝殼,對他們說是安全的貝殼 好,那影片我們先跳過 那我們去海邊的時候呢,大家也快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就是丟垃圾 沒錯,你可以看到海邊那樣多垃圾 然後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撿貝殼 尤其像右下角這件事情,大家應該常常做 不管是在親子,親子大家去海邊 或是情侶朋友,都是常常看到地下的貝殼 找哪個最漂亮,然後帶回家 可是這件事情是要對我們來說是一點浪漫的事情 因為你撿走那個東西是撿走他們的家 而且加上呢,海邊有非常非常多的垃圾 所以他們就沒有貝殼當家,他們就只好撿垃圾當家 好,那我們最主要的,最開中美意的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家裡貝殼還給寄居蟹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好,那之前呢,進入我們的自衡心得計畫之前呢 先幫大家來一個寄居蟹的資本 基本上就是快問快答 等一下我問問題,大家就是要馬上回答喔 好,第一個問題 鯨蟹的殼是哪來的? 從那個別人,就是別的貝殼等物死掉之後 對,它是撿來的 沒錯 它是撿來的 然後第二個問題 殼會不會跟著身體長大? 對,因為它不是它的殼 因為鯨蟹從小到大的話 它要換非常非常多的殼 因為它會長大嘛 所以像跟人一樣會想要說 要更大的房子 好,那第三個問題是 寄居蟹都吃什麼? 對,它是什麼都吃的達屬性 像是腐肉啊,或是植物 或是掉下來多次,它其實都可以吃 然後總而言之,鯨蟹就是結之動物 然後它是一個殼 所以說,鯨蟹幫護科屬中的科 鯨蟹蟹蟹蟹 它是一個生命種類 那我們其實從很多新聞 新聞跟新聞上面 就會看到鯨蟹蟹它被垃圾殼的消息 然後也有一些新聞帶來當時說 我們可以把殼寄到他們的那個地方 然後幫他們那邊的海灘的鯨蟹 找到家 然後一些紀錄片啊 跟個人的臉書 其實都會有 也有帶來當時這件事 那我們在想說 那我們到底可以幫鯨蟹做什麼呢? 既然他們都已經有這麼多 能在幫他們宣傳這件事 但是 其實我們還是有發現一些問題 就是因為像是用新聞披露的那些消息 它其實很容易被洗掉 而且 比較難找到一些像 紀錄線殼的知識的相關平台 譬如說 我們大家雖然知道紀錄線沒有殼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需要什麼殼 然後也不知道我們殼要進去哪裡 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想說我們要做一個 整合的資訊平台 然後 不知道殼進去哪裡這件事情的故事 其實真實在發生在我們那個 團隊的孫明雲身上 他媽媽身上 就是他媽媽 他就有一次看到了一個 大愛電視台的新聞報導 然後說繼續去沒有殼這件事情 然後他有在倡導說 大家可以把殼寄到他們那個海邊 然後他媽媽就非常的 就是有環保意識 然後就真的去餐廳吃鳳螺 然後把那些鳳螺洗乾淨 然後洗完之後 他發現 他不知道進去哪裡 然後最後就把那些殼丟掉了 然後想說這個故事 既然發生在 殼寫他媽媽身上 那已經可以發生在 更多更多的人身上 所以我們想說 做一個整合的平台 然後 大家剛才看到後面 有些木頭站 就是我們最近在 就是收集一些資訊 所以我們就去了一些 比較多 比較顯著的一些 沒有殼雞蟹的海灘 然後我們來到桃園新屋 因為桃園新屋 他們前兩年 這兩年都有在 有一個團體叫做 桃園的資訊 資源教育推廣協會 他們其實有在做放殼的動作 然後他們因為 他們都是去找那個炎柯螺 就是他們自己去找炎柯螺 然後 在假的時候 就有這個活動 然後我們在海灘的時候 真的發現 雞蟹在使用這個螺 因為這個螺 它不是在那邊 它不大可能在那邊也是遠方的 所以它其實代表是 那個是有成效的 然後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我們 因為桃園新屋的寄居蟹 是海邊的寄居蟹 這個是水 然後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有幾隻寄居蟹嗎 十八隻 很厲害 剛才有什麼八隻 十八隻 欸 有在幫助我們的 沒錯 這就是個十八隻 有 對 就有一個海 因為他們那個海軍界都喜歡 聽了算在那邊都 好 就是非常都喜歡吃再一塊 然後呢 到我們到屏東的後彎 那邊有一個發起人 屏東的發起人 雅美女士 然後因為她前兩年 開始就來 表演出這個訊息 很多人都要把蟹進去 他們那邊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他跟我們分享 就是有人 就從台北提殼下去,他還附上影片長尾,說 抱歉,我真的很不知道貝殼是不是巨蟹的家 抱歉跟巨蟹說的對不起,他就把殼進口給他們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種類的貝殼,像那種大的雖然也是可以 但如果巨蟹背起來的話應該非常重,很容易被剪走 然後我們也有丟殼,因為它是陸巨蟹,所以只把殼丟到草叢中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邊還是有垃圾 所以我們在搜集完這麼多資料之後,我們就會做了這一張 然後有三個點,其實全台灣各地都會有巨蟹沒有殼這個消息 但是這幾個地方因為是巨蟹比較適合的生長環境,所以這幾個地方會比較人為的破壞 所以我們為了做這個整合資訊,我們就成立一個粉絲專業 然後在粉絲專業上面呢,我們會找一些巨蟹的知識 譬如說巨蟹是有什麼殼,現在可以看到它適合這種螺旋狀 然後印度高的殼,然後像這個螺旋狀 但是它那個很脆,然後被踩一點,那個不OK 然後那個惡眉被剩轉的不OK 然後還有一些蘿蟹有清洗的方式,像鹽水 因為我們都會有一點點美工的基礎 所以像是我們那些DM,有些都是我們做的 然後我們就想把這個計劃推上Flying Bean 然後在我們Flying Bean上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我們就是希望結合台灣很多的殘畫設定師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邀請他來幫我們畫一張有關基居蟹的圖示 然後讓那一群的人可以一起進來參與我們這個基居蟹的議題 然後現在這是基居蟹設定師幫我們畫的一些東西 然後這下面這條是我們剛出爐的紙膠帶 因為我們團隊剛剛有介紹一個人很愛紙膠帶 對,然後就出了紙膠帶這樣子 然後它是有故事意義這樣的 然後雖然就是把殼還給精確這件事其實非常重要 但是它最根本的概念其實是要一種把 其實有回歸地球的行動 其實應該是要讓每一個人打從心裡的知道說 呃...去海邊不要剪被殼,也不要剪蟹色 因為每一個殼都是基居蟹的夾 這是我們最想要推廣的這種核心密體 對,然後很開心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們真的有第一批殼 然後它就寄到了桃園 我們跟他說那個推廣協會那邊 因為他們的消息都是我們幫忙的這樣子 然後就真的有台北的人 從台北寄到,寄殼到他們那邊 就我們很感動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分享 跟我們分享他們設計考的插畫夾 然後他希望我們也可以拿這張稿子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這個議題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院前陣子 都是做這個資訊蒐集的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做一些像是庫卡宣傳啊 然後目前有規劃行動去或是直接深入國小 然後進行跟他們宣導巨蟹這個觀念 然後會有協助暑假的一些環可活動 然後就是謝謝大家其實剛好到 然後這次我們三個 好,謝謝